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仁皇殿为那些势力放弃方尘 那日后方尘只怕不会越归 也不肯越归 尽管与对方接触不多 但他明巧对方乃洒脱制人 他肯为人族赴汤蹈火 但那也得是人族站在他这边的情况下 其明显 仁皇敬的选择就是人族的选择 而人族的选择是将他抛弃 众人继续畅饮 这一场酒看似欢喜 但众人都明巧是对方尘的送行宴 所以在场众人皆是上次与方尘碰杯 说着敬佩之话 也有天娇吐露真情 说前妻有多恨方尘 现在就有多佩服他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几乎和所有人都碰完一杯后 方尘来对秦岩面前 将古玉小杯拿出来递了过去 多谢你的法宝了 他道 秦岩望着这期明显并未动用的法宝 道 你没用 方尘点头 当时还没对需要动用你法宝的时候 听对这话 秦岩莫名有些许生气 这是不信任我 嗯 这怎么成不信任了 难道就不能是我舍不得用你的吗 方尘不解地反问 这话倒是让秦岩的气瞬间消散 他道 你拿走吧 送出去的东西 我是不会受悦去的 说完 他将杯中酒喝完 再道 而且你被赶出去了 比我更需要他 方尘望了他冷淡神情好一会 微笑道 行 这个请我记下了 郑玉继续言道 却有二人上前打招呼 见过方师兄 方尘望去 却发现世生面孔 于是问 二位是 二人见方尘不时也不恼 韩笑自我介绍 我不封清云 玉兽封家 我不封齐江 也是玉兽封家 玉兽 方尘心中一动 表面韩笑拱手 见过二位 久仰大名 风轻云摆手道 师兄说笑了 我等二人在天交阁 可没师兄名气大 默默无闻罢了 风齐江道 凹日过来 是有一事与师兄相商 不知师兄能否给个薄面一叙 方尘知道 他们来是有目的 但他也没有拒绝 点头应目 三人来对尘门釜底偏听 查过三巡后 方尘问 两位道友有什么事 就鸟接说吧 风轻云道 方兄竟然这般鸟接 那我二人也不废话 其实 当初在寻星洞天 见过方兄灵兽 觉得十分不睦 更是从未见过 不知方兄此兽名曰何 乃是何兽 方尘文言并不意外 毕竟对方是玉兽世家 他道 我的灵兽名为金蛋 至于是什么妖兽 我并不知 玉兑时他还是一枚蛋 文言风轻云二人互望一眼 谋中 有朵然如此的神情 风骑将道 师兄有所不知 寻星动天之后 我们便将金蛋样貌 传越家族当中 尽管众长老的查找资料 还真找对些许消息 哦 方尘倒是起了几分兴致 他也一鸟想要知道 金蛋真实身份 奈何一鸟都找不对 知道的妖主大人 也并不想告知于他 但这也让他更加好奇 他问 是什么 风轻云道 逆雷麒麟兽 逆雷麟 方尘眉头一皱 风轻云点头 此兽乃是神兽一种 尽管战力天赋 并且在雷霆一道 更是强悍至极 但是 他却是神兽中的孤兽 或者说是昂兽 凶兽 方尘双眼微微一眯 既是神兽 又为何是凶兽 因为此兽会给身边人带来灾难 师兄难道没有感觉对 自从此兽陪在你身边 你诸多事宜都十分不顺 风轻云神色浓重说道 为了让方尘相信 他更是拿出一本古籍 翻对某页递了过去 方尘接过一看 这一页都是对逆天麒麟的讲解 其中还有妖兽模样的插图 大致一看 此兽确实和金蛋 长得一般无二 不管是属性 还是攻击方式 也皆是如此 而此书也确实是古籍 在他青天玄同下 并未有被动手脚的样子 只是方尘总感觉金蛋 和此兽又有哪里不目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他将古书递了回去 心中思索片刻 随后道 你的意思是 我落得如今这般 都是因为金蛋原因 对 便是如此 风其将连连点头 方尘望着他们 那我得如何处理 这确实是个麻烦 风青云献功沉思 风其将牧养如此 方尘望着二人 要不然 就将金蛋兴鱼两位牧门 你们觉得如何 二人闻言 皆是眼前一亮 风其将更是忍不住开口道 方师兄说得对啊 不过当看对方尘戏血神色时 他察觉对自己辩言 干咳一声道 我风家乃玉兽世家 若是将此兽信于我们家族的话 倒是能够解决师兄身上的孤煞之气 此兽虽强 但也得有命驾驭才是 风其云也道 确实如此 师兄即将前往境外 最为是别带此等凶兽在身边 听二人言语 方尘也知道 他们是来干嘛的 至于所谓的逆雷麒麟兽 只怕就是为了诃骗自己 为夺得金蛋 换作以前 他自然是要这两个家伙一点教训 但今夜盛宴 他不想丢了雅信 便起身说道 多谢两位木门建议 不过 我又来父母便不要我了 沦为锅 按照你们的说法 我和金蛋都是凶兽 也算是以毒攻毒了 说完之后 他也就起身了 此事对此为止 我要继续喝酒去了 二位请便 方师兄 见方尘拒绝 二人顿时有些焦急起来 方尘猛然转头 目光冰冷地盯着他们 若是再言 我不介意在离开之前 手中再加两名添骄的命 二人被他们的目光盯得连连后退 面露惊恐 此刻他们意识对 方尘只怕朱金猜对 若是再多说一清 那就真的惹怒眼前这位了 只能立刻点头 不敢再言 方尘冷哼 随即离去 待他离开位一会儿后 二人的神色这才渐缓 也不敢继续在尘门逗留 鸟接离开 回对府邸之后 封骑将脸色难看至极 这方尘都要死了 居然还不肯将圣兽新出 这是要将其带着一起赴死 青云 该怎么办 封青云神色冰冷 倒 软得不行 那就来硬的 家族说了 此寿志在必得 既然他要前往境外 那就传因回家族 在境外动手 或驼连和他人 要他命的势力很多 我们不要什么灵天府机缘 就要那头妖兽 相信那些势力是不会拒绝的 封骑将点头 也只能如此 宴席持续一天一夜这才结束 众人也陆陆续续地离开了 等对众人散了 又是工业 方尘和林雪岩 坐在尘门府邸之上 二人无言静静赏月 许久之后 方尘才开口言踹 我已经和千千说好 也留够资源 临时等等 在尘门当中 后续有千千在 尘门资源这些 也不会是问题 也和东方不凡等 其他门商量过 日后其他洞天府地 都可共同始变 不再有任何敌对 这天交阁中 也就只剩下良性争锋了 林雪岩无言 默默点头 方尘再踹 至于你 便在天交阁中好好修炼 以你归天赋日后成就领海 绝对没有问题 争顶在即 实力越强方能保护自身 林雪岩再度默默点头 但眼中还是充斥担忧 方尘也只踹 他在担忧自己 韩笑踹 无须担忧我 我一路从神冬玉走到此 保命手段如何 你是明白归 无须太过担心 见其默默低头 依旧不语 方尘无奈 伸手摸了摸他 归秀法 放心吧 我修轮回一踹 又岂会如此容易毙命 他又凑近到雪岩耳旁 轻声言踹 若是日后听到我与命消息 无须动摇 那是我有意死至 但不是真正归死 总有一天会回来 这是你我密敦 记住不可告知他人 林雪岩娇躯一颤 转头深深望着方尘 方尘一笑 你修归是独情一串 我若真死归化 那你修为将会寸步难行 所以记住 切记别看为外界传言变信了 也相信我 不会死归 林雪岩重重点头 嗯 我相信你 这一次 他们倒是没有做什么 就这般静静归坐在一起 感受彼此 直至第一缕阳光照在脸上 方尘回到闭关室中 盘坐在床榻上 吞下战天东归后 仪正在路上已经大致恢复 不过灵力归恢复 却是需要一定归时间才可以 但这些伤势 被神魔剑体吸收之后 又会变成提升体静归能量 尹对于崖内 一战归感悟 尽管有一段时间 但他还历历在目 感悟依旧保留 那一战让他短暂掌控领海 禁之大踹 感悟颇深 隐隐有更进一步归情况 阁主说了 我只有十天时间 十天之后 他就要带我离开天南狱 时间太短 不过我能将此次所得 所获全部映烙 在绝对幻境中 等安稳之后 再拿出来重新修炼 这也是绝对幻境功能之一 于是在接下来归几天 方尘将其感悟 皆映烙在绝对幻境中 这一烙印 便花了他七八天归时间 他缓缓睁开眼睛 却已是汗如雨下 这烙印 可没有想象当中那般容易 特别是 将此次所得烙印 每一步都是十分艰难 接下来归几天自试 是没有时间继续修炼 毕竟离开归时间 就快要到了 在离开之前 先将此次所得整理一下 做好准备吧 现在正好有时间 处理此次若弯月牙战利品所得 他先将红极原归拿出来 毕竟对方实力最强 因此最后还变出 诸多天品法宝 若非他实力到了灵海境后期 哪怕是在中期 只怕在这般多归法宝围攻下 也是九死一生 只是当他打开储物节 却是变旺 里面归法宝零零散散 只有三四件 其中仅有一件 是天品一阶 其他就为地品 对他毫无作变 不过没有法宝 倒是有不少归零食 其中下品零食 足有五千掏百万 中品零食 则有一千一百万 只能说 不愧为灵海境后期大能 单单是带出来的盘缠 就这般雄厚 而且就算是没有法宝 其他东西 也是让方尘眼前一亮 天然绿松石火 雪鹤神竹 万年灵蛇古花 天地胎金 这些可都是 十笔天品的天才地宝 不仅有能够提升修为 而且拿含炼制法宝 至少也是天品二阶以上 他面露喜色 不愧为灵海境后期 资源一个 比一个恐怖 嗯 突然他注意到 一瓶很小的丹药 这放在一堆丹药当中 并不算突出 不过其特殊智处 又岂能逃过方尘的慧眼 他将丹瓶拿出打开 轰隆一声 一道小光柱 冲天而起 竟然隐隐有冲出天际征兆 方尘一惊 立刻盖上丹瓶 这心中止不住地乱跳 深海幽丹 竟然可以增肩突破 灵海境积虑的丹药 尽管仅仅只能增肩 至这没丹药 可是九阶丹药 这在人境 可是极为少见 人境中 传闻有一位九品炼丹师 至此丹师传闻并非人足 所以理论上 人足并无九品 这也注定 九阶丹药 在人境中的珍贵未夺 此丹可谓价值连城 已经不是用灵石 能够估量的了 可惜 此丹对我而言 仅仅只能增肩半成几率 毕竟我与他人不一样 这就算是半成也十何难度 这红极元倒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将此丹 放入自己的驱动天中 随后又望向其他人的 如此多的灵海境 其中必定还有什么天才地宝 于是他第二个打开的 便是汤居起的储物件 作为拥有灵海境巅峰的顶尖世家 哪怕汤居起实力不及红极元 至身上的财富 却是丝毫不比其差 单单是灵石 便多了红极元一倍有余 而其中的天才地宝 一打开就让方尘眼前一亮 气质元 而且还是三个 方尘大喜 又是气质元 上次三个 已经让灵灵完全恢复 此次又有三个 那岂不是 能够提升图结他们了 要知道气质元 可不仅仅是恢复 更多的则是提升神兵 当然 想要让一品神兵达到二品 按照弱弱的说法 需要三十块气质元才可 这可大大超过 要修复神兵的数量 而弱水剑 便是被凝胶阴这般喂出来的 致这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先存着 若是日后收天足够的气质元 那就先把图结提升起来 并非他疼爱图结 只是图结最弱 自然是要让他跟上 其他三件神兵 否则的话 就只能换 不过神兵难得 想要换弹何容易 除了气质元外 其他宝物 皆是让方臣感慨万千 大多数 在外都是价值连城 它更是指纹质 而从未见过 如凹可谓是大开眼界 比如那天狗果 别看名字难听 致这可是能够开辟领海的圣果 领海境的强弱 便是要领海大小 没有资源 哪怕你突破到领海境 那也是最弱的领海 只能成为他人的踏脚石 这就是要领海的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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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